我们这些工业污染源的部分 常常可能都有偷牌的一个情况 但是这种就是要靠我们人力去发现 然后再去做一个机查 其实是通常是缓不济及 即使我跟冯理长到了现场 也抓不到什么 所以其实还是必须依靠着一些科技的一个器材 长期间的去做一些侦测 然后我们针对一些热点去做 比较仔细的一些机查 所以在去年我们在那时候在卫环委员会的时候 其实我也一直反映说我们台中的一个空气问题 是必须要环保署来协助的 靠地方政府来做其实是相当的一个不足 也是非常吃力的 所以也一直携请环保署的一个帮忙 那很高兴的是今年 因为我们一直在反映说 在中部的这个我们传统策战上面是不足的 那今年呢我们就用了这个先用微型策战 来先补足我们这个策战不足的部分 那这500个点呢是我们去年一直跟环保署炉 炉到500点先优先在我们的这个台中 这个中部来做一个设置 当然今天不止台亚神后 还有其他在台中市 比较重要的一些污染 比较多的一个层勤的地方 也会优先来做一个设置 其实从刚刚洪委员的谈话就知道 其实洪委员非常的关心 我们在地的这个环境空气品质 不过刚刚洪委员到后面不小心帮我升官了 我是副署长 那其实刚刚洪委员其实讲 我们那个监制处的副署长大概提了 这个我们当然是规划说未来四年要做要总共要在全台 布建一万零两百个这个微型感测器 就一般俗称的空气盒子 那上半今年上半年其实已经在观音工业区 大概布置了将近一百个 但是那个是因为还在一个实验阶段 要把所有的数据各方面校正的更完整 那目前差不多觉得可以上路之后 那其实就是如洪委员最关心的 我们第一站就先到台中来先布建这五百个 那当然如刚刚谈的 未来四年内会总共会有一万两千个 那一万两百个 那当然就是说台中市呢 也不会说只有这五百个就够了 这五百个只是把主要的工业区 跟人口比较密集地方先布建完 过去其实环保署也跟台中市政府 其实我们也很密切在合作 尤其是现在中央在空气品质改善 有14加N的这一些相关的污染防治措施 那环保署在政策方面 其实也都跟市政府 我们都密切有在合作 尤其是在洪委员 过去一直非常重视的情况之下 我想台中市的空气品质 其实在林家隆市长上任之后 他就非常的重视 我们就率先在全国成立了空污的减量小组 那透过跨局处的合作 甚至我们也把这些环保团体 有一些专家学者 也把它列入这个组织的成员 所以大家从各个面向去检讨 那过去的努力之下 市长上任之后 之前103年的PM2.5是27维克每立方米 这个浓度 那到去年年底 105年年底 我们已经降到22.8维克 那今年到8月 我们也统计啊 大概就是20.5维克左右 有在改善 但是要更努力 要更好 有改善但是还要更好 所以在监测的部分 这个当然以台中市来讲 现在在整个空品监测 可以说目前是全国最严密的 就算是全国最严密的 我反正在改善